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知乎超高赞热帖 花1500元买一条牛仔裤的中产 才是真的悲哀 我们一起来听 前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热门话题 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是怎样的 有一条点赞数超七万的网友 喜喜分享了一个自己看到的故事 下图是故事主人公 发在某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计划表 看到这个计划表 我以为这又是一个 关于抠门行为大赏的故事 没想到越看到后面 竟然越发感动起来 因为这个网友的省钱行为 并不是简单的抠门 或者是把节俭当成是一种有趣的挑战 他竭尽所能地省钱 是因为真的很穷 他的父亲身体不好 母亲长期住院 以至于他白天上班 晚上摆摊 还要去医院照顾病人 也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思考如何赚大钱 所以他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很多节约的方法 比如为了节省房租 就租一间简单的毛胚房 为了节约出差费用 就带上帐篷去出差的城市露营 但生活的重担 似乎并没有将他压垮 在他贫穷表象的背后 你能看到他闪闪发光的心 仔细看他的计划表 你会发现 虽然按照他的食谱 做出来的食物 没有美味可言 但他节约得很聪明 不仅省钱省食 还兼顾了营养 更像是一份 非常健康的减肥食谱 他有一个小堂弟 有一天想要吃披萨 他就带上钱 带上小堂弟 到处找披萨店 可是落后的小县城 找不到一家披萨店 于是他就买来各种材料 在简陋的条件下 为小堂弟做了一个 中国版的牛肉披萨 小堂弟、亲戚们 病房的病友们吃了 都赞不绝口 最让我感动的 是关于他的另一个故事 有一天 他的亲叔叔打电话来 说路过他家 会进去坐坐 他和妈妈就想去超市 买点水果点心 来招待客人 但爸爸死活不同意 为了省钱 和他的妈妈吵了起来 最后 他只好从空荡荡的冰箱里 拿出两个快烂的苹果 和一根黄瓜 找来菜刀和剪刀 参照网上的教程 现场制作了一个果盘 叔叔问他 这个果盘叫什么名字 他苦笑着说 叫兔子吃草 虽然贫穷 但他一直努力 把生活过得体面 你真的很难 从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 感受到他对生活的厌倦 和失望 因为他一直都秉持着 这样的信念 纵使老天爷 给了我一个苦涩的柠檬 也别放弃 因为我可以把它 榨成柠檬水 2018年 一部叫做 《生活万岁》的纪录片 在中国上映 设置组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记录了15个普通人的生活 失恋的舞女 高空擦玻璃的蜘蛛人 自己患癌 还给病重孩子 扮小丑逗乐的青年医生 在王岐坟前 朗诵朴素情书的 抗战老英雄 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 苦涩 无奈 但他们每个人 都在默默坚持着 热爱着这样的生活 导演任长珍 在拍完这部片子时说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 特别狭窄的角落 眼前只有自己的生活 和认识的三五个人 大千世界里 别人都怎么活 你可以看看这片子 你不要以为 故事里的人都是穷人 有时候 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比你多得多 有一对盲人夫妻 靠街头卖唱为生 奶奶最爱唱 邓丽君的歌 虽然外面的光 照不进他们的世界 但他们却活成了 彼此的光源 心里一直装着彼此 在逆流的人生里 自顾自快乐 在丈夫心里 妻子是个小朋友 赚到一张新的五块钞票 都可以很开心 在妻子心里 丈夫是个保护她的战士 下大雨时 爷爷会掏出雨伞 称好 递给奶奶说 你这个人 最怕下雨了 回家时 爷爷会跟奶奶唠叨 棍子拿在左手 不要拿在右手 注意旁边的车子 中秋节这天 夫妻俩特意买了啤酒和肉 庆祝节日 饭桌上 两人碰杯碰了好半天 才碰上 但他们仍然觉得 这就是他们最好的生活 爷爷很豁达地说 我们有幸来到这世上 就是来享受快乐的 还有一位上海的老母亲 为了帮儿子还债 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子 除此之外 他每天还要出去 卖油墩子 一个只卖几块钱 这样慢慢 用赚来的钱还债 生活如此艰难 他也不忘心中 简单的梦想 换一张大一点的床 去一趟北京 看看毛主席像 我觉得 他比我们很多人都幸福 因为在他们看来 艰难的生活 也可以很有趣 他们能够感受快乐的点很低 总能轻易抓住身边的小确幸 享受生活的甘甜与温暖 生活万岁的另一位导演 成功在采访中被问到 下一部片子准备拍什么时 他说 下一部打算拍中产 因为在他看来 中产是一群更悲哀的 欲望更强的人 你要花1500块钱 买条牛仔裤 这就挺悲哀的 我要花70万买一台车 我们辛苦了一辈子 都买不下一套房子 我们天天跟转笼里的耗子似的 你说这不是最大的悲哀吗 谁说不是呢 一旦上了那个不停转动的轮子 就再也下不来 供房养车会成为房奴 车奴 甚至养孩子也能成孩奴 一个奴子 足以让白领中产们疲于奔命 而重奴加深的白领们 有多少是真正幸福的呢 经济学上有一个 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意思是 消费者在消费逐次增加 同一个单位的消费品时 体验到的单位效用 是逐渐递减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十分饥饿的时候 看到包子会非常想吃 吃完第一个包子后 我们会感觉到 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但吃到第八个的时候 不但不会觉得好吃 可能还会觉得恶心 也就是说 每一个包子 带给我们的效用和满足感 都不相同 第一个包子带来的满足感 和效用最大 然后依次递减 将这条经济学定律 用到描述 幸福与金钱的关系中 也非常适用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 物质产生幸福感的成本 变得越来越高 想要拥有 与以前同样水平的幸福感 就得赚比以前多很多的钱 经济学家 Daniel W. Sacks 通过调查 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们对财富 是越来越贪婪的 不是增加一块钱的收入 就会增加一块钱的幸福感 而是财富 必须成倍增加 才会产生 与以往相同的幸福感 所以说 等我有钱了 我就能幸福这句话 实际上并不成立 与其在追求 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中 迷失自己 不如降低物欲 提升幸福的能力 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穷人 之所以能够 轻易感受到幸福 是因为他们拥有 让自己幸福的能力 这种能力 能够帮助他们 树立乐观的心态 将境遇转逆为顺 比如环境重塑 就是他们常常会用到的 一种心态改变方法 《心态之胜》一书中 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农民 养了一头老驴 驴子掉进了农民的井里 农夫听到那头驴的呼救 经过简单的评估后 觉得这头驴和这口井 都不值得他花费时间与精力 于是 叫来自己的邻居 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 并请他们帮忙产土 把老驴埋在井里 使他不用再感受痛苦 起初 驴子强烈地反抗 但是 当农夫和他的邻居们 继续产土 泥土击中驴子的后背时 一个念头击中了他 土落在驴子的背上 他会把土抖落 然后上一个台阶 没过多久 那头被折磨得 精疲力尽的老驴 顺利地从枯井里 走了出来 看似埋没他的举动 实际上救了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处理逆境的方式 网井里填图 可以是灾难 也可以是转机 关键是 我们怎么想 怎么看 就像那些底层的穷人们 你看到的是贫穷 但他们看到的 尽是生活的点滴美好 命运给他们安排了 一道窄门 门里是一片漆黑 他们却能 一边摸黑走着一条 看不到未来的路 一边把自己 变成光源 照亮自己 也照亮别人 这个世界上 总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既没有 光鲜亮丽的工作 也没有高原伟岸的志向 却活成了 我们羡慕的样子 三十而已片尾的 煎饼摊一家 就是这样的存在 他们是最底层 最普通的家庭 妈妈摊煎饼 爸爸送快递 一辆小小的流动推车 一间简陋的出租房 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他们没有顾家 王曼妮体面光鲜的工作 生活的艰辛 刻在他们粗糙的脸上 但你始终都能看到 他们春风满面的笑容 顾家十分疼爱儿子 为他卑债买豪宅 放下尊严 去讨好楼上的太太 煎饼摊夫妇也疼爱儿子 但他们无法给儿子 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 就用自己的方式 给予爱和关心 妈妈一天要摊无数个鸡蛋 自己却不舍得吃一个 但她会把用过的蛋壳 仔细地倒一倒 将里面残存的蛋清 一点点聚在一起 煎给儿子吃 爸爸会在送快递的途中 来看望儿子 给儿子一本亲手做的小画书 让他心满意足 他们给孩子的爱 一点也不比顾家少 除此屋里 一家三口会轮流当理发师 开心地笑成一团 所有他们一家三口的画面 都让人心头意暖 看到他们这一家 你会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番样子 周国平曾说 伟大 精彩 成功都不算什么 只有把平凡的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算圆满 愿你我都能发现身边的幸福 把简单平凡的生活 获以圆满